其實也是源自於佩琳那邊 上次邦尼那邊也有一些建議 那或許等一下可以一起把它管理一下 那其實原油就是也是從佩琳那公務員的雷神碗裡面有提到說 其實公務員在Excel資料層的CSV常常會遇到一些問題這樣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給他魚 就是不如叫他釣魚 但是有時候其實說到魚 我們也會知道這個合測資助 就是有時候可能已經非常的急 然後但是你還要慢慢的教公務員從頭開始用 那其實可能來不及 那或是有時候就是公務員已經很忙了 然後你還要他花一堆時間 然後去一個一個細節去處理 那或是其實另外的話就是我們也都知道 人看的報表跟機器讀的資料就是不一樣 其實自己在整理資料的時候都還是會用成比較人在看的格式 那就是跟機器就是會不相容 那所以目標就是說會寫 用一些就是小工具 然後可以減少Excel短CSV的步驟 然後減少他可能會有錯誤 那去修正一些像是之前的Tagy在Lesson1裡面有提到的一些因子 那目前這邊就是之前在Beta版本裡面 大概就是可以在Excel裡面做一鍵完成 然後簡單的合併組成格的問題可以去修正 然後去解決像是辦行動號 然後還有就是編碼 還有一些額外的空白的註解鏈 那這個是我自己隨便撰寫的Paste sample 那就是左上角是使用前 右下角是使用後 那再來這個是網路上的 那它就是使用前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說它上面有註解鏈 然後它中間有合併組成格等等 那就是就是目標 就是使用後以後是大概長這樣子 那不過還是有一些就是還沒有完成的地方 所以是希望說可以再繼續做 那今天目標是希望說可以讓 就是再體驗回饋 然後給一些回饋說要怎麼新增或修改功能 然後以及說這個完成以後要怎麼 就是因為Beta還是一個屬於Excel一邊的東西 他怎麼去推廣在公務員裡面使用 對 那這邊就是最後請君都可以 那第一個就是當然就是 因為我其實Beta還是懂皮毛 那當然有要厲害的Code可以來幫忙 那再來就是說公務員或是HIDAE那些 可以幫忙進行開放資料支出或協助的人 那或開放資料使用者或是任何人 有興趣的都可以 好 以上 謝謝